奔着球去的时候你不能拿头去 再做这样的动作 这样会 萨利奇把球开进来 这下危险了后来投球球进了 开场11分钟 青岛海牛队首开记录 进球的是哥斯大利加的前锋 9号福布斯 福布斯的身高达到1米88 他上赛季是在武汉长江队效力 一个赛季也打进了12类中超进球 这个赛季他来到了青岛队之后 还没有过进球 这个进球是他在青岛队的第一个进球 这是一个定位球之后的2点的投球 从角度来看 好像对方在这一下并没有越位 没有 安德烈耶维奇投球百度 给福布斯 福布斯近距离冲顶破门 这个球在这个位置上 已经形成了双轨拍门之势 是 这是在第一下方 这个第一点的时候 明天拖在了后边 所以这个球 经过这种打法就 这次机会 天一农 好球 敲改来 巴顿进区里 形成乱战 再次倒地 裁判 还是没有表示 一会看看 可能这样踢到了 应该是踢到了 天一队 现在是把球踢出边线 巴顿因为已经受伤 倒在对方的禁区里了 天一队还是希望通过中路 来打穿对方的防线 挑进来 看巴顿 犯规 这下真是犯规 对方的许东 这个动作 他不是很大那种 不是很大 但是如果要是他连接这下踢的时候摔在那 就直接倒 他不是第一时间 而且他是在这球失去了控制权 他要去看了 对 他要去看了 我是觉得这个球被吹点球的可能性要比那个大 对吧 刚才也是这么分析的 因为这个犯规是比较明显的了 他比贝里奇被拉那下明显多了 所以就看看金星园自己怎么来去定夺了 巴顿的确是个很实在的孩子 之前那个主场对吧 他倒地那下 如果第一时间倒的话 他这下倒 这下就倒 这下一点问题没有 是的 对方这下明显没有碰到球 直接踢在了巴顿的脚后跟上 对 而且这个力量很大 对 为什么会有裁判员自己去看 因为视频主义裁判已经认定 这是一个清晰且明显的犯规了 所以才会有VR的介入 裁判员才会去看 也就是说那两名VR已经认为这是个点球了 现在需要的金星园自己来判断 这是不是个点球 对 看看金星园怎么来做最后的定夺 点球的可能性很大 很大 因为从现在青岛队球员来看 是想阻止他做出这个判法的 对吧 对 所以这个点球很有可能要成立 40分钟的时间 天津队有可能要迎来本赛季的第一个点球 点球 巴顿通过自己的积极拼抢 以及自己的勇猛无畏 为金文虎队制造了颁平比分最好的机会 这也是本赛季天津队的第一个点球 对方的24号许东 犯规 许东身上刚刚有一张牌了 这球他要再吃牌 就是典型的红点套三了 对 这一下呢应该说是坐坐实实踢到了 是的 完全没有碰到球 所以第一下我就感觉这球判点数可能性不小 是 梅里达走上12码来面对对方的门将穆鹏飞 梅里达在上赛季啊 也是有过点球破门的 看看这次的点球 他能不能操刀命中 帮助天津队将比分扳平 我们之前提到过上半场扳平比分是很重要的 梅里达的点球 球进了 这个球有惊无险 虽然门将穆鹏飞已经碰到了皮球 但是梅里达的这个球阀的角度还是比较刁的 而且力量还是比较大的 是 如果这球遭受再轻一点的话 这球门将就要扑出来 对 41分钟 于智老也是显得有些心有余悸 这点球罚的的确比较让人捏了一把汗 再看一下 是的 这穆鹏飞啊确实臂展太长了 我觉得他打篮球要练练应该也不错 是个中锋的材料 你看他已经完全碰到了皮球 对 他这个手啊 如果要是 而且打在了手掌上 他我感觉这下还没有用上力量 用力量力量 是的 而刚才梅里达罚入的那个点球是球队历史上的第90个顶级联赛的点球 其中第67个罚进去的点球 还是梅里达直接长传来找王秋明 王秋明想倚战对方的身位 看看进区里罗萨再扣 罗萨有机会 罗萨 球进了 就在上场比赛的独秒阶段 罗萨抓住机会 打击了本赛季个人的第三类进球 第一个在主场的进球 帮助天球队完成了逆转 在上场比赛截主之前 慕鹏飞第二次将要从自己的球网里把球捞出来 而进球之后的罗萨 难掩激动之情 他已经是喜极而泣了 说实话 罗萨在最近的机场比赛承载的压力很大 因为他往往是余智岛第一个在比赛里被换下的球员 这个进球也让罗萨终于是 哎 越位了吗 金庆元目前的手势是越位 罗萨刚才已经是不能自已了 但是VR现在又开始介入 这个球越位是吹秋明的越位吗 秋明那应该没有越位 刚才从传球那一扇来应该说没有 再来看一下 秋明这也没有任何问题啊 对 看这下要不就是犯规 没有啊 没有没问题啊 秋明在最后这下没有碰球啊 秋明和罗萨交叉这一下 这下秋明是越位 但是他没参与这次进攻啊 对吧 他也没碰球 也没参与进攻 这个球没有任何问题啊 他也没有阻挡对方的后卫 也没有进入到这次进攻的序列当中 对 这个判罚没道理啊 如果吹越位的话 巴顿在越位位置 现在看三楼比赛了吗 这下他不存在阻挡门将啊 门将扑到球了都已经啊 是 这个进攻这个进攻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这个进攻当中啊 对 对吧 他完全没有阻挡沐鹏飞的视线啊 对 这个判罚应该不难做决断的 一个很清晰的好球啊 巴顿没有影响门将的铺就啊 进球有效 这个判罚是正确的 罗萨没有浪费自己的感情 这个进球还是算在他的档下 本赛及个人联赛的第三球 帮助天津队在上场比赛独秒阶段 将比分反超 梅里达后场的精准制导的长传 王琼明在和对方拼身位的优势 他虽然没有对方强壮 但这下灵巧起到了关键作用 是 所以说刚才讲到了 青岛海牛队的 身后的空张还是有的 而且刚才在禁区内的这一连转 可以看出来罗萨的这种自信 是的 罗萨这次的进球 不仅仅帮助球队完成了反超 同时释放了自己 鸡压在心中 许久的这股压力 希望这个进球能够就此 打开罗萨本赛季更多的进球账户 他的下一个下下一个下下下一个的进球 能够源源不断的到来 刚才这波青岛的进攻也是 很有威胁啊 而且连续打的是明天的身后 对 贝蒂奇再和梅里达做配合 梅里达现在离球门的位置明显更近 好球 反向传递 网球鸣 把球敲回来 看看能不能传好 假动作明天再传 机会 又是罗萨 又是罗萨 只要进球就没抗路 罗萨 脚踢头顶 多不两圆 75分钟 这个进球几乎杀死了比赛的悬念 这个投球应该说 又脆 又咸 这投球顶的门将 只能是行注目里 望球现在 是的 这个进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是 进攻的起源又是梅里达和王秋明的连线 梅里达再送一次关键传球 这个球 王秋明的前叉 实际拿捏的恰到好处 而且在最关键时刻 秋明把球救回来 是 然后明天送上本赛季个人的第三个助攻 帮助罗萨 完成了 投锤破门的好戏 罗萨从后点 非常激紧的 抢到了中路这个位置 再看一下 这个点上也是双轨拍门 是 小谢已经是起跳 这球角度顶得太调 沐鹏飞只能是 望球星探 罗萨的四个进球 分布在两场比赛 对方再打回来 这下出现了进去里的机会 安杜哈尔 呼啊 再补 球进了 青岛队的康瓜 打进了本赛季个人的第四个进球 比分现在来到了三比二 比赛还有将近十分钟的常规时间 加补时可能会超过十分钟 现在康瓜的这个进球 让比赛的悬念 仿佛又回来了 这个球得看一看有没有越位 我感觉啊 就康瓜脚后跟 他的脚后跟有可能探出来了 就刚才那一下 这第一时间我的直觉啊 一会咱看看 他是不是会有一个VR的介入 许家敏这下扑出来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是这种球就是在中场的一次拼抢当中的 突然的一个改变 所以说还是注意力的问题 后卫的注意力一定是在任何时间都要是百分之百的 现在VR果然在介入啊 我感觉康瓜 他的那个右脚的脚后跟有可能是跺在前面了 因为这是个回头球 回头球 看是不是越位回答 对 越位这个东西就没有主观判断了 对 纯客观的分析啊 和划线 还要自己去看 嗯 这个进球对青岛队来说至关重要 如果进球有效的话 他们还有时间 如果进球无效的话 那这对青岛队的打击就很大了 这边青岛队的教练席上有队 有这个宋宝珍知道吧 对宋宝珍 对 给了他一张黄牌 可能是出言不逊 另外安东尼奥的情绪现在有点失控 进球可能是有效 进球有效 是的 VR经过回放之后认定康瓜的进球没有越位 那这样的话 现在双方分差只还剩一个